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8月9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和阿姨 今早有盈保证券投资顾问总监 譚子乐 安努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 安努 阿姨 早晨 大家早晨 昨晚美国的中小型银行被降评级 和中国的贸易数据都弱 美股其实曾经急跌过超过400点 收市跌幅收集到百多点左右 恒之夜期都跌二百多点 收集到56点 未来的后市怎么走 我们有什么焦点要留意呢 昨晚美股固然仍然反复 但整体走势上都从像面上看到强压 都不会出现一些很深的调整 至于在降评级方面 都跟美国之前的债券被降评级的道理一样 都是跌二枝的因素 他们关注的东西也是合理的 但这未必是左右 或者影响市况的最主要短线因素 短期来说关注些什么 我想离不开今天的CPI数据 因为始终在说 一直过去这半年 讨论内地通缩通缩这个因素上 最终现在说 连CPI大家都是预计 今次会出现一个真正的负数 当出现真正的负数的时候 当然你还可以说 短暂性 一次性因素上 可以拉到一些基数很高的 之如此类的说法 但是通缩的风险 市场就应该完全不能够忽视 或者要真正正面对 而如何面对呢 亦都涉及内地将会有一列系列的政策出来 如何去改变这个因素 就是短期后市港股的走势 最大的分别 所以美股上 我觉得仍然围绕着业绩 最主要是看着业绩因素来做半段 例如昨晚看到有些人做减肥药的医疗公司 还要大升 所以你觉得美股的情况会有点不错 但如果是港股 A股 中港市场上 短期来说 最主要是围绕着CPI 和内地最新的政策方向为主 稍后会再详细和Arnold谈谈谈 即是外围以示的港股 如何看着焦点股份 业绩之后的走势 部署 但那些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2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发平级机构目的调低了美国中小型银行 顺泰平级 并且警告风险大增 加上中国贸易数据疲弱 削弱了投资者的情绪 美股金融和出口股都下跌 道指曾跌了465点 纳指曾跌1.6% 其后跌幅逐步收窄 道指收市跌158点 报35314点 标指跌19点 报4499点 纳指跌110点 收报13884点 发期美银和高盛股价跌超过1%至2% 资金避险涌入美债 债价长高 10年期债息曾跌穿4厘 美汇曾升0.7% 焦点美股 Amazon和Meta都跌超过1% Tesla跌0.7% 苹果最终倒升0.5% 而NVIDIA宣布推新款的超级晶片 明年第二季投产 股价就回落1.7% 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比起港股跌1% 至宣布92.04 美团跌幅都跌近1% 马腾讯ADR至宣布332.04 比起港股市价跌0.8% 京东卡稳升0.2% 汇丰控股 ADR至宣布63.94 比本港收市价尾跌0.1% 友邦和建行跌大约1% 今早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跌15点 报35380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 国别发展的其中日本市跌0.4% 日经平均指数32,247点 跌129点 南韩市升0.8% 澳洲市未跌3点 新西南市跌0.1% 可以看看恒指黑期的情况 港股今早上可能还要收一收压 黑期跌127点 先和阿里聊聊外围的消息 刚才你一开始也有跟我们说过 可能美国目的方面的评级 未必需要太大担心 不可以简单说说昨晚 因为一开始也有点吓死市场 目的下调了10家美国地区性银行评级 并写了几家规模比较大的银行 列入降级观察名单 目的就说下调评级是反映了 美国银行业持续紧张的状态 包括个融资压力加大 潜在监管资本不足等等 你觉得是否需要忧虑美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呢 因为美国最近也有点跌完之后 反弹回升的力量也仍在 市场偏向情绪也不是太悲观 为什么我们说评级上 真的不需要太关注 原因就是不需要忧虑 最主要是这个忧虑根本一直在 不会因为它下调评级市场才发现 美国的银行在系统上是有很多的风险 美国近期升了很多 但是其实你都不需要回很久 回到半年前 就是exactly半年前的事情 就是SVB 直谷银行那些中小型银行爆的事件上面 其实到这一刻基本上 那些银行的问题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主要的因素就是有些大型的银行去支持住 或者那些链住局会有一系列的政策扶持住 令到短期来说 减少压爆的风险 所以你要搞清楚那个方向 就是说不需要太过担心 或者这个未必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 不代表就是说 银行业的风险完全无视 只不过短线走势上面 市场不会因为评级的改变 突然间才发现原来银行业有这么多的问题 整个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 基本上就 到这一刻都没有消除的 只不过股市升得很厉害 一些企业的业绩普遍盛预期 比如看这段时间S&P 公司普遍公布了业绩出来 有差不多接近七成半以上的公司 都是普遍的预期 这个令到市场不断的跌眼 所以市场又不断的盛上去 大问题已经升了这么多上来了 那你在说是否情况有机会改变 甚至你在说市场上面有些 之前是看淡的 都承认开始看错 但是最近又说回看淡的情况下 那市场会反复得很小 但是你当没有一些真正的诱因 都不是真正爆的事件 爆雷的事件出现 美股的经济数据也好 或者企业盈利状况上面 都还是支持到股市 支持到一个高估值的状况 所以在说表现上 还是大仗小会 但是你讲潜在风险 比如之前讲人行业的忧虑 这些因素基本上你一天 就是我觉得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个风险是不可能完全笑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说 你作为美股的投资者的话 定好支持位 就是说如果万一真的要穿上 譬如画一条S&P上升轨 都穿上的情况下 那就认真投降了 但是你现在回到上升轨 在楼下的位置 之后我也觉得有机会爆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爆 我们不知道 还有说会不会再升多一层才爆 这个可能性暂时说是不低的 市场的兴奋程度 现在是越来越强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美股上面的前景一定是不明朗的 但是你说有没有诱因 令短线要跌很多下去 暂时又真的未见到 至少我觉得一定不是因为平级下挑 是 听Anno的说法 就是风险是在的 但是暂时看的势 可能仍然是大涨小回的格局 但是当然大家都要看实 港股方面 走势可能相对难一点 没有那么明朗 转体一旦港股上是表现 然后问Anno如何看港股的保处 恒指昨天低开229点之后反复向下 下午后曾经跌超过400点 低位见19112点 恒指收市跌353点 跌幅19184点 失手250天和50天线 成交额1046亿 高质跌2.8% 跌4374点 ATM跌超过1-3% 而碧桂园未如预期支付债息 股价急坐超过1.4% 碧桂园服务跌了近1成 其他内房股都熬股 而两桶友就逆市做好 北水盘路 昨天北水正流入了73.3万 资金融入三大ETF 盈富基金 吸资22.2万 恒生国指 17.7万 南方恒生科指 5.4万 相反北水沽车股 理想有2.4万 淨沽股盘 小朋友有大约1,400万 淨流出 快手就知1.5万 好了 跟着跟安妥谈谈谈港股市况 昨天内地公布了进出后数据差过预期 以及看到人民币都继续疲弱 当然大家在等着 今早还很快 内地就会公布了CPI的数据 我们待会和大家更新 如果在节目时段内公布的话 现在初步大家市场都估计 应该都会陷入通缩 就是CPI会有个负值 市场会怎样看 究竟是担心经济方面多些 还是反过来又再冲净 未来会有些大招去救经济 其实未来一定需要有些大招去救经济 所以不是冲净有些大招去救经济 但一个问题就是 招数上是否真的成效 大家可能比较少接触 你问我自己也是 比较少接触通缩的状况 你说环球市场上 真的出现一个明显的通缩 六十康我都未出生 相信大家都未出生 差不多是1980年以前的事 但问题就是经济学上 经常都在说通缩的时间 就出了很多招 都不见成效 比如一些货位政策上 就会有一个典型的 Lignity Trap 就是流动性的陷阱 就好像说日本当时 不断地放松印银子 基本上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因为就是人们不愿意借钱 现在内地的状况 都是相似 有些躺平文化 大家不愿意去消费 大家看不到前景上面 这个就是空宿形成的一件事 所以你问我出招 究竟这段时间也有说过方向 旧内房旧地方 就是稳定人民币 鼓励消费 但问题是怎样去鼓励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你纯粹派消费决 用完我就继续躺平 如果你说旧内房 你将手套房 可能做零态款 总之不用借钱 我都可以买 现在都不想买 不是没有钱买 所以这个根本性改变 是不会转的 但问题是否要到这么悲观 我觉得暂时的杠杆是很高 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因素 但是更重要就是整个改革 特别是市场上 令到2000人对就业市场 各方面来说 有不喜悉 就是要涉及一些规矩上的改革 市场上的开放等等 这个能不能够达到 是很政治因素的 所以政治是政治了 你问这部行动 至于市场上 今天公布出来的CPI 其实跟之前讲的 美国下调的评级的道理 都是相似的 同样半年前 大家看到CPI回落的时候 大家讲的是 有个通缩的风险出来 有很多人不相信 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相信 现在都摆在眼前 就算今次不是负零了 但是那个通缩风险 那个躺平文化 那个躺平情况 大家都一清二楚 所以你讲的 不会因为数据出来 就发现有通缩风险 所以很害怕很害怕 所以短线来讲 其实是很尴尬的 你讲的用选 因为有很多已知的因素 会不会跌到19,000点 这些水平开始纏定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 我看法不是真的太悲观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 指数的水平不同 你讲的指数上 在接近10年来的低位 那讲这些通缩风险 躺平的问题 例如reopenning 力度不足的时候 在5月份下跌下来的时候 或者由22,700下跌下来的时候 就是在反映着这一件事 情况是不乐观的 但是又没有爆得很悲观 又未治愈 唯独是内房的风险 比想象中不乐观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但是其实围绕这个问题 也是涉及之前提及到通缩的 这部分不在 所以暂时来说 19,000点这些位置 是会比较关键 那今天就先普遍观望的态度 看看19,000点这些位置 能不能实际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策略 你不肯去观望的 你真的要选择方向的情况 那我觉得就博具站在19,000点楼上